他以為做到一些民意是支持政府的 就可以將另外的反對聲音蓋過 如果能夠成功動員民意 鼓動民意的所有問題可以解決 我都有點矯枉過程 政府根本上沒有諮詢過 我們真真正正拿充滿人的情況和苦狂 回歸六年來 特區領導班子由於非民選產生 一直缺乏民意支持 不少市民都希望高官問責制 令第二屆特區政府更加勉強市民 但不少人批評 這年來很多事件顯示問責制下的特區政府忽視民情 甚至搞社會分化 有負市民所望 削縱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是不要的 撿回來 撿回來 有時電視機壞了 還有一部電視機看 楊小姐和她的兒子相依為命 領取單親縱門有十年 她說這麼多年來 她們平日租人白眼都見怪不怪 不過今次削減縱門 令她們覺得被市民遺棄 認為她們在欺騙社會資源 我們又不停地反映 但沒有人去支持我們 尤其是市民 我們就算去示威 那些市民都說 給我給你們 他們真的有這樣說過 反對削減撲迴金 反對削減撲迴金 民失思成 有學者認為 在削縱門事件上 政府透過選擇性披露有關縱門的資料 分化市民和縱門人士的關係 令市民有錯覺 認為在經濟差財赤嚴重的情況下 縱門人士過的生活 更好過一般低下階層 使市民不再同情據地 轉移支持政府削縱門